港鐵辦維修又加價?有沒有搞錯? 已經加過來了 去年加了一次 現在又加了一年一次這樣不行 港鐵這次平均加2.3% 即是每程大約貴一至兩毫子 依著這條方法 計算多少錢 只要過了1.5%啟動線 就可以不用經立法會或行會自己加 這個可加可減機制 我們在合併的時候經過廣泛的討論 包括在立法會 以及小股東通過 我們採取一個協議 我們也要尊重這個協議 港鐵如果一間大公司賺這麼多錢 是否每一年營利一定要上升 才說它的運作可以持續下去呢? 雖然你說我們營利好像很多 但我們其實投放過千億的資產 去營運這個鐵路 鐵路需要很穩健的財務 才可以持續提高一個高水平的服務 好像我們其實每年要花40億以上 去維修、更新和提升我們的資產 鐵路的資產和車站的設施 維修?你們經常都有事故 究竟這些錢花在哪裡? 我們其實每年提供很多優惠給我們的乘客 例如去年這樣 剛是去年已經用了16億的錢去支持這些優惠 嘩!人工加起來都不夠搭港鐵 雖然不止港鐵加呢? 六條離島線都會平均加價一成 下個星期五 首先是中環至到煤窩線 剩下個五條就留7月加了 晚上 二十五兄 五條